新冠病毒自爆发以来 传播不停 变种不断 当我们送走了Delta 适应了Omicron以后 最近又来了一个 在Omicron基础上的最新变种 被专家们一致认为 自新冠以来最糟糕的病毒变种 这次的最新变种被称为 Omicron BA.5 早在5月初 BA.5变体已经在南非引起关注 幸运的是 相关的染病浪潮 比前一个浪潮要小 而且已经在消退了 然而在西班牙 这个新的Omicron BA.5亚型 已经占到了所有新感染病例的80% 迄今为止 这个未知的亚变体 比其他前辈更具传染性 它不被中和抗体很好的识别 并且传播的更快 所以现存的疫苗 可以说是拿它毫无办法 不过不幸中的万幸 则是这个病毒的并发症 比Delta变种病毒要轻的微信 去年冬天 大规模传播的BA.1变种毒菌 现在已经灭绝了 3月 它被传播性更强的BA.2所取代 5月 又被传播性更强的BA.4所取代 现在又被传播性更更强的BA.5所取代 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专家咨询小组 在本周举行了一次关键性的会议 他们发现面前的问题既简单又复杂 那就是在秋冬季疫情激增之前 疫苗制造商是否应该调整他们即将推出的加强型疫苗 以针对奥米克隆的最新变种 专家说BA.5变种目前是值得担心的 正如斯克里普斯研究转化研究所的创始人 艾里克托伯尔博士最近所说 这是我们所见过的最糟糕的病毒版本 根据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最新数据 密切相关的BA.4和BA.5 现在一起占据了美国新冠病例的大部分 但是BA.5变种36.6%的传播速度 比BA.4的15.7%快得多 到7月初 它将成为美国的主导军株 艾里克还补充道 对我们的免疫系统来说 从BA.1到BA.5的变异程度 远远大于从α到delta的距离 这使得他们更难识别和应对 感染性强 在于BA.4和BA.5对疫苗及其加强针的抵抗力大大增强 而致病率高 是因为BA.4和BA.5也比BA.2 更善于在肺细胞中复制 更可能使人生病 症状更严重 更难治疗 也是由于BA.4和BA.5似乎比BA.2 对Evershell这种单克隆抗体治疗方法的抵抗力 高出20倍 要知道这种治疗方法 一直在为免疫力低下的人提供预防性的保护 现在全美每日约300到400人的死亡率 接近历史最低水平 获得性免疫多轮疫苗接种和改进的治疗方案 对降低传播率都有很大的帮助 但是现在 疫苗保护力逐渐减弱 中老年人当中加强针接种率低 再加上病毒的加速演变 目前美国面临着新冠变种传播性更强 对疫苗和治疗的抵抗性更强 致命性更高的问题 所以预计秋冬季可能会造成重大的再感染和破坏 今年4月下旬 BA.5袭击了葡萄牙 到6月每天死于新冠的葡萄牙人 比该国冬季奥米克戎高峰期还多 而且葡萄牙的疫苗接种率为87% 而美国只有67% 同时葡萄牙的加强针接种率几乎是美国的两倍 现在欧洲其他大部分地区的感染率和住院率也在上升 在周二的FDA咨询会议上 北卡罗兰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的流行病学家 贾斯汀·赖斯勒提出 最乐观的预测是 在2022年3月至2023年3月期间 将约有9万5千人死亡 最悲观的预测则是超过20万人死亡 目前 辉瑞公司和莫德纳公司都已经启动了 重新设计的秋季加强针的临床试验 但这些加强针是针对BA.1的 而不是即将成为主导的BA.5 但是辉瑞公司说它准备在10月的第一周提供新的加强针 加强针将针对BA.5 但是这就意味着没有人体实验只有动物实验和实验室测试 这对医生人来说可能听起来很可怕 但是每年更新的流感疫苗也是没有人体实验的 如果不这样 美国将错过今年秋冬季节的最后期限 而快速演变的病毒将继续超越疫苗的作用 新冠病毒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与人类共存 现如今几乎已经成为了一种共识 只求这次的最新变种能够保持和平共处 切不可让我们再回到疫情起始那段足不出户的日子了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